这是下集 也是第三集 绿芯这个海星已经赚了四分之三了 还有四分之一 继续分享我第一次买电脑的前前后后的经历 每集差不多得有十分钟 这是第三个了 电脑买了之后 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和以前 那就是圈子变了 我们全学校 高中 好像没几家有电脑的 我同学在我买的电脑之后 大概过了半年还是几个月 他就买了一个奔腾133 我那是奔腾100 他比我这晚了也就三个月 记起来了 是120 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当时有一个测试软件 叫星XING 是一个MPG 也就是MPG1格式的视频播放器 他自带了一个飞行员跳伞的视频 大概五六秒 我那个是29帧 还是28帧差一点 它那个奔腾120 就能达到30帧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帧率特别稳 我那个将好 CPU软解不稳 差一点 你看就差这么一点 后来上网查 也确实是如此 后来我在我这同学帮助下 还和一个开复印店的 他认识他一朋友 换了一个响卡 他那叫TriENT 9850 要不就是一个9650 9680什么玩意儿 那个响卡可以硬解VCD1 也就是MPG1格式 要不就得靠CPU软解 我那个CPU软解正好差一点 所以说用他那个响卡就可以了 他那响卡也是一兆的缓存 我那个响卡也是一兆的缓存 他那响卡对Windows 95支持的好 支持那个Direct2D 但是我那个是不支持 我那只支持DOS 所以说就差这了 但是他工作只用DOS 反而用我这个响卡会更好一些 因为我用Windows 95 用他的响卡更好一些 所以说就这么不花钱的情况下 就换了 第一次换硬件 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的 换了以后 这个功能就解锁了 就没再研究 好 咱们继续说玩游戏的事 我当时用那块DOS比较好的响卡 玩的一款游戏叫古墓丽影 一代 它那也是DOS版的 全屏的马赛克 但是可以玩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帧率的感觉 感觉也就30帧 蹦蹦跳来跳去 很缓慢的跳来跳去 还打狼什么的 也就第一关 刚开始的部分 后来一涉及到解谜就过不去了 也没有攻略 后来古墓丽影二 古墓丽影三 古墓丽影三开始好像是 往沙滩海里面设火箭炮 好像那是三代 那就不说了 然后再往后就到九了 中间基本都被搁置了 用这台电脑 我玩的第一个比较上瘾 比较上劲的游戏 那就是大航海时代 当时我用两三张软盘 从我同学那考了一个大航海时代 PC版 那个游戏太好了 第二年的暑假 我基本上都在玩这个游戏 我的世界地理都是因为 玩这个游戏玩好的 当时没有地球一 找了张世界地图 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 什么找教程什么的 只能参考电子游戏的那种杂志 但是还是FC版的 还是MD版的杂志 说是有一个青龙燕月刀从哪 得 是什么几点钟在哪个港那得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了 那个了 很多 还得占卜什么的 学到了很多东西 下一个玩的比较多的 就是先见旗下转了 好像是用21张软盘 还是17张软盘 我这哥们从天井他同学那里 复制过来的 他是每周回了一次 第一次带回了那么多张盘 把身边室友的盘都给借到了 拷贝回来之后 发现有两张软盘出错了 第二个礼拜 再拷了一次才拷回来 用的是ARD-A什么的 然后他也教我们用ARD 因为当时也没有光盘 也不太会用硬盘那种拷贝 后来到了合金装备2的那个年代 大概需要拷贝四五个G的时候 我们才拿着硬盘去外面拷 但当时奔腾100还是 或者486还是不太敢拆硬盘的 因为对电脑硬件不是很了解 怕拆坏了 我这同学很厉害 怪不得人家上清华 后来考了博士 这个家伙对数学很感兴趣 人家一有空 就学这类的东西 当时他还编了一个 新鲜七鸦传的编辑器 他自己编的 用Pasco语言编的 叫Bank银行 可以修改存档 可以加钱 因为林月如 还是林一如 林月如 他有一个叫乾坤一致 那个招很厉害的 但是花钱 花的相当多 当时也有什么FPE4 FPE5 觉得麻烦吗 还得锁定什么的 还怕死机 就用同学这个 直接把钱改了就行了 其实 《仙剑奇夏传》这款游戏 我也没有那么想玩 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他们都说好 后来大陆软件 有一个排行榜 一直排名第一 也都说好 既然你们都说好 我就试试吧 硬着头皮试试 试着试着试着 就通关了 最关键是 它的地图有很多迷宫 特别是将军墓 打打的就不知道 从哪来的 要去哪了 这个很麻烦 但是也通关了 别的修改器没用 就用了一个加钱的修改器 最后用了九神 那个游戏 我打了不得有一年 从暑假打到寒假 从寒假打到春天 我也忘记了 反正通关了 其实那时候 还有很多游戏 叫什么 Quick1 Quick2 还有KKND 还有命令雨中服 红警 红警我也打的比较多 还有主题院 主题院当时我没通关 到了倒数第二大关 后来过不去了 这些都是在我那 第一台电脑上玩的 对了 还有一个叫极品飞车 三代 咱们还是说第一台电脑 极品飞车三 为什么这个记得那么清楚 我也没通关 是因为我买了电脑以后 我身边的小伙伴们 都陆陆续续的买了电脑了 我的这台是奔腾100 随后我那个同学 刚才说过了 他那是奔腾120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 小学的 这些都是小学同学 但是这时候我是上 高一高二了 高二高三了 他买的是奔腾133 还有一个166 所以说我记不清了 谁是谁的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都会一点了 但是他们还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所以说遇到电脑相关的问题 他们就经常找我 找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小问题 我成了当时的电脑高手 所以我就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机器 而且他们也都玩 机品飞车3 我这个机品飞车3 也是从他们那弄过来的 好像是一张光盘 后来买电脑的人多了 游戏也多了 软件也多了 其实软件没怎么多 就是游戏多了 游戏一多 这个交换就多了 这个圈子就打成了 这个小圈子 玩电脑的圈子 就感觉很高贵 跟那些玩PS的 或者跟那些玩SFC MD的 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其实我倒没有什么 但是是不一样 感觉买得起电脑的人 都觉得家里很有钱 第二年 97年或者是98年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买这台电脑 当时可是费了很大劲 养个求父母 甚至用了各种手段 最终拿到手 拿到手之后 我也确实是学习了 虽然没学Photoshop 也没学什么数据库 但是我学习了 至少说没怎么荒诞 也玩游戏 但是也没怎么深入的玩 深入的玩的不多 我更喜欢研究电脑 但是也不会编程 很可惜 但是他们买电脑 好多人不一样 就拿我说的 基本飞车3的同学来说 他们家这电脑 基本上是关闭状态 关机状态 而且还蒙了一块布 为什么这么说 我感觉他这个电脑 不是我这个同学想买的 因为我这个同学 他比较好动 他不喜欢总玩电脑 为什么这么说 他对电脑不是很感兴趣 这是我是知道的 身为同龄人 但是可能是他们家里边认为 别人家小孩都有电脑 我们家也必须有 我儿子也必须有 所以说就给家整了一个 而且配置还可以 只比我们贵 不比我们便宜 当时这显示器 我记得应该是15英寸的了吧 是菲利普的 比我们要好一些 好像是纯屏什么的 要更高级 但是他儿子不是很喜欢 基本上不玩 玩呢也就是玩游戏 然后就关机 蒙上 当家具 当摆件了 当时我心想太可惜了 还有这种操作 你不喜欢 你没热情 干嘛要买 那么贵的东西 但是我另外一个同学 他们家从386时候就有 有电脑 他爸爸是这方面的工作人员 当时我买的586 奔腾100 他家有一个486 我去他们家 你看 以前我都跟这些同学 都不认识 我们不带一个班 小学以前也不带一个学校 后来因为电脑 都走到一起了 这个同学呢 现在有时候 我俩还联系一下 知道为什么吗 他家那时候 我记得很深刻 虽然是486 但是人家有一个 叫电影卡 叫结霸卡 是一张PCI 还是ISC的卡 能够应解VCD 硬解VCD是什么概念呢 当时我那个奔腾100 是不能软解 刚才说过了 那个响卡是可以软解的 软解它只是帧率能软解 可以播放流畅 但是那个画面呢 很肉 很不清晰 然后呢 还很暗 特别的暗 一点都不明了 但是人家那个解霸卡 就很牛逼 怎么牛呢 画面特别艳丽 特别亮 我感觉它那个好像是绕过了CPU 绕过了内存 我感觉直接往电脑里塞了一台VCD 甚至比VCD看得还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显示器是14英寸的 电视那时候好像都是21 差不多吧 21英寸的吧 所以说很大 大就没有小的清楚嘛 也没有小的亮 它那个特别清楚 有时候去他们家看片 虽然屏幕小一点 我记得是花王的一个解霸卡486 然后呢 它那个解霸卡 那个启动界面很有意思 比如说要放盘了 放盘要开始了 开始之前的那个播放器 是个软件吗 有一个启动界面 那个启动界面啊 是一个类似于中国版的马力联梦露 躺在床上 穿着一个类似泳衣那样的衣服 在床上 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其实那时候我们对这个不感兴趣 感觉很尴尬 我们看片 就看片干嘛出这种东西 那是给老男人看的 对吧 像我们这种小伙子 用不着这个 也不是很感兴趣 只觉得尴尬 觉得脸红 看到那个精彩图片 这台电脑好像用了三年吧 我想一想啊 是96年夏天买的 我在2000年 2000年又买了一台新电脑 那也就是用了三年多 买的第二台电脑是赛阳366 然后我那台老电脑 卖了3000块钱 卖给我同学了 同学那时候天天去我家 看我玩游戏 有时跟我一块玩 那时候玩极品飞车4 对没错 极品飞车4 极品飞车4呢 它的路特别窄 但是光影效果好很多 它特别喜欢 这时候我再说一个 然后我还有一个同学 他也买了电脑 是那个6x86 叫Syrix吧 忘了 反正挺便宜的 然后它那个显卡很有意思啊 不知道各位是否记得 叫6236 叫Sys Sys 6236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主板啊 CPU啊还有显卡都是那种二三线的 现在只有AMD和英特尔 但那时候还有VIA 叫V胜 还有一个Sys吧 叫Syrix CY 什么IX的一个什么 叫系统 对 是叫系统 显卡好像是系统 6236 很便宜 但是呢 它好像没有3D 是一个纯2D卡 它可以用2D模拟3D 我这哥们 是我高中中学 他特别喜欢玩 那个叫什么 呃 抢摊的那个 都突突突 一个摊上 他在摊上打下面的人 抢摊登陆 那那个游戏 我一直没玩进去 他玩的不亦乐乎 我们再回过来看 现在的这个PS5 这种4K60帧画面打 这个画面真不等于游戏性 像我这种人 我感觉我不适合 或者说不能算是玩游戏的人 我可能更注重画面 更注重硬件 但是我这个哥们 他特别喜欢玩游戏 哪怕在那种很烂的CPU 很烂的显卡 很烂的画面 但是人家玩的不亦乐乎 我能看得出来 他那种笑那种美 是发自内心的美 后来还有一个游戏 叫三角什么玩 三角洲部队 也是用那种2D仿3D的卡在玩 他们也玩的不亦乐乎 怎么打 就类似于现在的CS 但那个时候叫三角洲部队 那个我也没玩进去 我感觉从那个时代 我就跟他们脱离了 他们认为玩电脑游戏 就是那个样子的 但是这也都不是我喜欢玩的 所以说从这点 咱们升华一下 这个游戏性跟人是有关系的 有人喜欢画面好一点 有人喜欢玩 单纯的硬件提升 不适合每个人 现在天也不早了 人也越来越少了 我也快回到停车的位置了 该说基本上也说的差不多了 这就是关于第一台电脑的石墨 从买之前怎么买的 买之中买之后 又玩了什么游戏 最后怎么卖的 全和大家分享了 分享的是我现在能想到的 估计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看到这里的都是铁粉 感谢 就到这里 下次见